《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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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孫明》夜夜秀 面對遊言不走心 破解孫明 拿獎金 你現在收看的是 孫明百萬富翁 掌聲給本集挑戰者 黃明志 黃明志 你現在貴為亞洲的天王級歌手 哪一個國家最多孫明 算名喔 中國吧 人口多嘛 人口多就是 而且跑出來就贏 他們跑出來就贏你了 那哪個國家最不酸 我個人覺得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最不酸 我覺得還沒那麼賤 對 台灣的蠻賤的 《孫明百萬富翁遊戲規則》 挑戰者有三次求救機會 分別是Call In Call Out跟三去 答對獲得該題獎金 答錯則帶走上一題獎金的一半 實題全對 獎金十萬元 實際共一百萬 而這實題 都是跟挑戰者身處領域有關的酸民留言 以下是跟本次挑戰者黃明志有關的標籤 音樂人 Youtuber 馬來西亞人 最愛蹭的歌手 十大傑處青年 但被關過 黃明志 Are you ready? 好可以 那馬上 黃明志的《孫明百萬富翁》第一題 某某寫詞是不錯啦 很會反諷 取就算了 四個選項 A 黃明志 B 方文三 C 林夕 D 姚若農 這個我覺得 這個肯定是我啦 因為 其他的都是寫詞人啊 對啊 那A啊 肯定是A了 有這麼簡單嗎 太簡單了其他都不會寫曲 有啦 有寫一點啦 可是他們不是主打 沒有 我這次他們是寫詞為主的人 好 秒答 答案鎖定嗎 是A A 黃明志 進廣告 德國A馬陪伴我從2023到2024 讓我每天都一夜好眠 如果你對歐洲銷量第一 全球獲獎最多的德國A馬床墊還有疑慮 沒關係 一百天免費四歲 再加上全台免費道府安裝 讓你高枕無憂 現在A馬官網新年優惠五五折 用折扣碼南丹秀 額外再九折 祝大家龍年 Long Homie 探大吉 趕快去下單吧 Long Homie 寫詞不錯 很會反諷 取就算了 黃明志答A 黃明志 恭喜答對 不錯耶 很了解自己耶 恭喜你現在獲得一塊錢 怎麼那麼少啊 應該可以做一秒的AIMV 好 第二題 某某根本看不到黃明志的車尾燈 黃曲風多變 某某根本千篇一律 四個選項 A 林俊傑 B 周杰倫 C 王力宏 D 蔡依林 這根本就挖洞給我跳啊 這故意的嘛 酸民講的 酸民講的 酸民怎麼可能會害我 怎麼可能會幫我 一定會害我的 沒有這個我就丟給其他人去死 就好了 CALL OUT 好 黃明志使用 CALL OUT 分量大一點就可以 可以CALL OUT給一個人 你要CALL OUT給誰呢 我覺得找分量大一點的 大咖大咖來了 大咖 來 要對著 對著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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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 你好 我現在在錄影 憲哥 我現在在錄影 我很為難 就是有一題 我不知道怎麼答 只有靠你才可以答 真的 什麼問題呢 很難的一題 一個問題 問我就對了 什麼問題 有酸民說 某某的作品 根本看不到黃明志的車尾燈 黃的曲風多變 某某根本千篇一律 然後下面有四個選項 就是猜是 那些酸民是在講誰 A是林俊傑 B是周杰倫 C是王力宏 D是蔡依林 這哪裡是酸民啊 這應該是你親戚講的吧 曲風啊 九令的話 他是表演者的成分居多 那再來還有誰 王力宏是嗎 嗯 王力宏太帥了 你跟他是人鬼師徒 所以真正的酸民是憲哥 太酸了 憲哥你真的是酸民中的十足耶 但是我覺得喔 王力宏這個答案 可能性也蠻高 因為他這一陣子蠻黑的 哦 有道理 有沒有道理 那你要講林俊傑 林俊傑他歌唱得好啊 嗯 他的琴歌一流 但是除了琴歌以外 的作品就 還好 那你的你的創作曲風是厲害的 但是 琴歌就 還好 還有誰 還有周杰倫 周杰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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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名字我先問你一下喔 你老實回答我 不要騙我 好不好 我嗎還是 可以嗎 你老實回答我 啊 好 好的 好 周杰倫結婚的時候 有沒有發帖子給你 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事情 你們應該自己請他 憲哥來你們全部自己玩 好不好 不要拖我下水 到底有沒有發帖子給你嗎 如果他發帖子給你 我現在就掛電話 如果沒有我就幫你解答問題 有沒有 沒有 肯定沒有 沒有 那很好 那很好 周杰倫的創作 他有一個缺門 就是你有的 但是他沒有 你知道是哪一門嗎 哪一...鋼門嗎 揮諧跟幽默 這是他永遠做不到的 聽杰倫的歌 會感動 但聽你的歌 會快樂 竟然沒有笑話 很大的鼓勵 所以 可以請憲哥選答案的 這個節目是誰主持啊 主持人是誰 賀龍 賀龍是嗎 賀龍你在嗎 來 你跟他聊一下 哈囉哈囉 我是賀龍 哇 你最近 紅得不得了 我問你一件事 你要老實回答我 來 來 來 憲哥請說 那個 柏恩是不是你老大 不是 吳宗憲才是我老大 剛晚上說 他說上了我一次節目 結果六七年都有陰影 那憲哥要不要來上我的節目 我來驗證一下有沒有陰影 我們底下的朋友的呼聲夠大了 憲哥就一定來 好不好 哇 感謝憲哥 感謝眾議的總統 所以憲哥你的答案 到底是什麼 對 答案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答案嗎 憲哥不可以 你這樣看啊 我跟你講 他會講這一下 你自己判斷嘛 我還是丟給我 好 自己答吧 好 好 差不多了 好 謝謝憲哥 我自己答 我要去直播了 好 好 直播一塊 我們運起來 我們運起來 好 謝謝憲哥 謝謝 謝謝 拜拜 通常扣號時間是一分鐘 剛剛應該有十五分鐘 了起來了 了起來了 你要選哪一個呢 我覺得選哪一個都一樣死定的 嗯 我覺得選一個憲哥可能比較開心的 答案應該是B 答案鎖定 B啊 好鎖定答案B 周杰倫 恭喜答對 蛤 我真的有人這樣講喔 我們來聽一下詳解好了 LB 好了 留言出自PTT八卦版 標題是 黃明志超越周杰倫了嗎 底下雙方粉絲 贊成一團 但我覺得周董還是略勝一籌 畢竟他除了唱歌 最近還會賣蛋餅 好 下一題 我不是某某的粉絲 但知道他們就是唱氣氛的 他們唱功沒有很好 這個選項 A 五月天 B 皓恩加加 B 動力火車 D 頂秀二重唱 我現在跟你講喔 你知道我當初為什麼會來台灣發展嗎 為什麼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得罪太多人了 那 今天錄完可以換國家了 我現在是要看要搬去哪裡住 你知道嗎 你可以把醉推給觀眾你知道嗎 唱氣氛喔 你還有一張求救牌 對對對 不錯耶 這個求救卡 對 你可以不用自己打 聽給觀眾啦 你們覺得誰在唱氣氛呢 你要使用call in嗎 呃 call in好了 來來來 黃明志使用call in 我們在開始遊戲之前 已經讓所有觀眾少了QR code 現在就讓各位來告訴 黃明志 誰的唱功沒有很好 請Alby公佈答案 好 我們現場800位朋友呢 有600多將近700位的朋友 選擇的答案是 A 五月天 哇 還好不是我自己講的 哇賽 那黃明志你要相信觀眾朋友的答案嗎 相信 他們選的 尊重他們 答案鎖定 鎖定鎖定 好 欸 五月天 恭喜答對 你們真的太壞了 太壞了 真的 欸 你們在開心什麼啊 剛剛有人這樣子 YES 來喔 第四題喔 來 第四題 某某就是瘦一點的潘瑋柏 又是這種東西 四個選項 A 哈林 B 余辰慶 C 勇俊碩 D 周康豪 瘦一點的潘瑋柏 嗯 而且哈林余辰慶為什麼會是兩個答案 這怎麼可能啊 我覺得是D耶 周康豪 喔 答案鎖定周康豪 鎖定周康豪 鎖定周康豪 喔 答案鎖定 D 周康豪 而且沒有用求救喔 D 周康豪 恭喜答對 很像很像 很像很像 真的有像 都很帥 有一種ABC臉這樣 開始講好話是不是 真的啦 很厲害 下一題 某某這啥 老二長度嗎 A 9M88 B 831 C 183 Club D 大基 感覺A很像耶 831 800 怪耶 831感覺比較接近 MM 如果是MM的 183不太對 大基就 直接就講他大基了 也沒有在講長度的 字題難喔 刪去法好了 刪去法 好 來 黃明志使用刪去法 有請Albi 為你刪去的選項是 B 831 D 大基 喔 用得不錯喔 那肯定是A啦 A啦 有那麼長嗎 A 答案鎖定嗎 鎖定 恭喜答對 5千塊了 5千塊了嗎 5千塊了嗎 你可能要破我們本季的紀錄了 你們那麼省喔 對 我們其實很省 我們前面都發10塊一塊的 都在騙來賓就對了 下一題 某某是現今台灣歌壇的料化嗎 20年前神仙打架 現在可悲到只有某某了嗎 這個選項 A 告五人 B 周興哲 C 張學友 D 陳奕迅 就是說現在成功的藝人 就只有剩誰 的意思嘛 對 那也是好話啊 他這個不是在罵人啊 沒有 但他是說可悲 就是 D跟D就不是台灣人啊 很聰明喔 哇 這個很難耶 這題感覺有點 那個學術題耶 哇 這題對你 應該真的是目前最高分 如果你答對的話 我選周興哲好了 答案鎖定嗎 對 鎖定 B 周興哲 恭喜答對 獎金累積到了一萬塊錢了 原來一萬塊是那麼前面的 現在這個場面有點像世界盃了 下一題 Momo 初期歌曲講得很像自己很有原則 最後還不是去中國賣芭樂要飯 這個選項 A 滅火器 B 吳宗憲 C MC 爬洞 B 閃靈樂團 我認識的人裡面A跟D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我沒有看到他們在中國表演過 沒錯 所以刪去法的話是A跟D被刪去的 然後B跟C有人在賣芭樂嗎 對我想說 如果我知道MCR都以前有一些歌是在罵那些芭樂歌的 對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是 可能 我猜C 沒有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是這樣的 因為我本身我其實我不太明白巴拉的意思 我說以前 是因為聽了MCR的歌 我才知道巴拉是什麼 C MC Hard Dog 熱狗答案鎖定 是鎖定 C MC Hard Dog 恭喜答對 第八題 某某 就劣化版統神啊 四個選項 A 抵達胖 B 大淵 C 小胖淋浴群 D O Z 哇還有劣化版 統神還能劣化 沒有 沒有我是 哇你完蛋喔 得罪統神 沒有統神我很支持你的 誰是劣化版統神啊 我這題真的難的 這個我真的要懵了 我覺得C跟D不太有可能吧 有誰斷火鍋嗎 把火鍋都講得出來 有誰副業在賣火鍋嗎 好啦我覺得這題我應該是輸了 我猜B 大淵 因為我覺得Rapper比較會得罪人 B 大淵 哇塞 你都打到這邊了 你要換答案嗎 B 大淵 答案鎖定 我覺得裡面如果是有一個跟他們不一樣的就是他不是胖的 是D 他不是胖的 肯定是有一個什麼事情我不知道的事情 D 我猜D好了 就猛啦 猛一下啦 OK 對啊 不換齁 不換 D O Z 答案鎖定 鎖定 D O Z 恭喜答對 D O Z 所以是什麼事情 來我們聽一下翔姐 來LB 哇就是全場暴動了 我看到那個照片 劉揚來自D Car 文章的標題是 統神 是不是有點像O Z 版主直接碰出了統神年輕時候的照片 下來看之下 還真的有點像 好 各位觀眾 我們剩兩題就大滿貫喔 請看第九題 某某最像大隻的地方 就是歌都有夠難聽 四個選項 A MC Hard Dog B蛋堡 C國蛋 D熊仔 哇這些都是現在老舌的第一線喔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不可能會有人拿MC Hard Dog來形容大隻 因為他們是同一輩的 嗯 他們應該是沒什麼相關的才會 對 然後蛋堡也是他們一掛的 嗯 所以不會 剩C跟D的 熊仔應該不會被人家罵 他很少會被罵 嗯 所以應該是C 嗯 國蛋 C國蛋 答案鎖定嗎 是 蛤 欸 你們笨講話 那Call E用掉了 用森林來做Call E的效果 欸 笑好李總 答哪一個 C C國蛋 恭喜答錯 哇 Alby 為什麼呢 好 這句話出自PTT嘻哈版 標題是 為什麼沒有人要跟熊仔說他的歌很難聽 結果這篇文章被虛報 看來熊仔的實力還是有目共睹的 恭喜黃明志打破紀錄 答對八題第九題答錯隱恨 所以第八題獎金四萬塊獎金減半 恭喜獲得史上最高獎金兩萬元 太強了 太猛了 我們 我們沒有做牌子 因為沒有人能打到那麼多元 真的很強欸 剛剛那題其實有點算陷阱嘛 對有夢啦 夢一下 其實我也是夢錯了 可是最後第二題是夢對了 對 哇很棒 你這樣還可以再做好幾隻AI的MBA 對 雙琳大人說 下次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馬上放回兩個月秀 馬上很強 馬上太強了 你要把他太強了 這個環境很危險 我折迷 想想想看 蠻殯夜夜秀 完成版 只在HummyVideocat網紅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